來關心到的是超司進口蛋的爭議 50萬元資本額的超司 他進口了巴西雞蛋 這個爭議是持續的延燒 而超司也發布了聲明 回應外界的質疑 可是這裡面還有非常多的疑點 有待他們要來解釋清楚 台北市議員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尤淑慧就表示說 超司的負責人秦宇喬 至今都沒有露面向大眾來澄清 來解釋清楚 根據他的推算 秦宇喬大概已經有70歲了 而超司曾經停業了十幾年 突然復業就變成了國際貿易大亨 這引法創業真的很神奇 我們持續來關心到的是超司了 因為呢 像藍營就說啊 陳吉仲不能只拿部分的合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現在爆出了 有高達1.3億元的一個價差 而同一時間 總統蔡英文卻跳出來喊話 強調這個進口的過程 全部都可以攤在陽光下 而且是經得起檢驗的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就直言說 這是在號召民進黨的人上車嗎 要來護航乘擊中 形同是全黨挺一間的2.0版 而另外藍營也揪出說 食藥署恐怕根本就不知情 超司是進口巴西的哪一間畜牧場 裡面的雞蛋 我也相信過程都可以攤在陽光下 也都經得起檢驗 總統蔡英文終於跳出來 直指超司爭議經得起考驗 但說過程可以攤在陽光下 卻發現陳吉仲遮遮掩掩 陳吉仲可以跟林志堅 結拜成為小英男孩兄弟黨 但不代表有總統背書 所有疑點就能一筆勾銷 尤其超司代電貨款4.78億 被揪出有巨額價差 以我方農業進出口統計來看 巴西蛋進口額4.08億 等於有七千萬神秘消失 如果從巴西光屋系統來查 發現巴西方出口雞蛋的價格 是3.41億 等於價差高達1.3億 數字明顯都不攏 為什麼都不起來 就是陳吉仲 他所所斷 沒有公布超司跟巴西的合約 所以整個對不起來 為什麼不敢公布 一公布就有詐欺了 立委洪孟凱秀書實藥署回函 實藥署指出 對於進口雞蛋 本於全責查驗食安 但畜牧場之行政區 非屬申報事項 這段話代表超司 根本沒申報雞蛋牧場地點 因此實藥署恐怕也不知情 是進口巴西 哪間畜牧場的雞蛋 你連牧場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 你怎麼能夠確定 他28天內 沒有發生情流感疾病 是不是我們實藥署 當初大開方便之門 就告訴廠商說 你們不用告訴我們 牧場在哪邊 你只要告訴我 巴西兩個字 我就可以過關 因為你叫做超司 看看陳吉仲的澄清操作 記者會6號當天 記者問題還沒問完 記者會就草草結束 7號變成次長 陳俊基代達 8號更是整個農業部大官 通通神隱 不管在他自己開記者會上面 溜知大喜 或者是參加這些政論節目 被問到關鍵性問題 溜知大喜都一樣 就代表說 他根本沒有能力 把事情講清楚 你不是事實的東西 你不管再怎麼硬傲 再怎麼說謊 都會被大家看破手腳的 陳吉仲授出合約 想要澄清滅火 想不到是提油救火 借林俊鳳琳 陳佑 台北報導 的確因為這裡面 實在有太多疑點了 超司的資本額 只有50萬元 卻能代付上億元的款項 這讓大家想都想不通 那還進口了超過8千萬顆的巴西蛋 所以農業部長陳吉仲 他日前公布了合約內容 沒有想到更加引發外界 更多的質疑 前立委沈富雄就表示說 陳吉仲非常有可能成為民進黨選舉的 一個大破口 他常常認為政權如果執政過久了 除了這裡面的結構 會有共犯結構以及貪污等狀況 還有很多烏漆罵黑的事情之外 怪人會出來怪事 他認為也特別多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i know that 從正不是藥 lớ什麼